为了帮助文昌国小幼童们学习成长 身为小半天在地子女的台北市永平福伦社社长张淑琴女士 也特别号召和平、太平、陈平、山平等福伦社 一起来帮助文昌国小办学 因为地缘的关系 那今年刚好是我第17届为社长 那我心里就想说 那我的家乡也是在为了给这些小朋友有更好的教育 社友们就共同监起这个募款 来给文昌国小做一个小小的贡献 对于福伦社员的善行善举 文昌国小的师生们也特别办理一场茶会来感谢致意 同学们也表示将会更加努力学习 来报答他们的善心 非常地谢谢来自台北永平福伦社的社长跟社员们 他们从台北捐助我们本校小朋友的课后照顾的经费 那学生呢以感恩的茶席 展现他们的才艺 然后表达他们心中的感谢 由我们小小泡茶师来泡茶给他们喝 就来表达我们的谢意 对于台北市永平福伦社 与各福伦社的善举 先议员许树霞也表示感谢 并希望能有更多民众 能一同来响应回馈社会 来帮助偏向学子 学校教育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 一起来关心 非常感谢说福伦社他可以提供我们这些经费 上海在这里呼吁我们在外的这些企业家 如果说你有心要来帮忙我们的话 我相信渡渡有很多的学校需要你来辅导跟来帮忙 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教育 关心我们孩子在学校的上课的任何课程 议长和声峰感谢福伦社友们的善举 也需能有更多民众共同响应 一同来帮助偏向幼童学习成长 记者卢一凯入股采访报道